哈喽大家好,我是视频创作人小哥 今天来到了咱们的童年地市场这边 我的后面就是咱们的童年地市场 童年地市场也是做二手手机,零件,屏幕,盖板的 可以说华强美这边做手机 当口的老板也特别的多 这边有很多有名的数码商城 比如说元旺,哈曼,以及新天地,飞扬二手市场 这些都是在华强美特别有名的 一些大型的二手数码产品市场 以及批发全新机的 现在我顺着路对面的这条地下通道 去童年地市场带大家转一转 深圳这边呢,过马路对面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地下通道 但是在北京就不一样了 北京基本上都是通过天桥的方式 然后到达路对面的 还有可以看到呢,这个地下通道设计的十分的好 中间还留了一条这样像滑梯式的小道 可以供行人骑车 包括拉行李都十分的方便 现在呢,顺着这个地下通道呢 就来到了咱们的童年地市场 童年地市场这边呢 小街道上呢 就是有很多的背包客背着书包呢 帮别人去采购一些手机 以及手机的配件啊,零件什么的 现在呢,是下午的五点多 是背包客的高峰期 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里嘛 背包客都会到华江北的各大市场 去采购他们所需要的数码产品 以及就是配件等 然后呢,基本上都会在晚上的八点左右 给他们的买家进行一个发货 现在的背包客呢 利润呢,也逐渐的在缩小 因为在这个网络发展迅速的时代呢 他们这些蛋口老板呢 在销售渠道也变得就是更加的广阔 所以说呢,华江北这边的蛋口老板呢 也是,如果说就是你买的手机多的话 才会给你有所优惠的 如果说你买的少的话 基本上也就便宜个几十块钱 今天呢,也带大家简单的转了转 童年地市场这边 喜欢数码的朋友呢 可以给小梗点点关注 关注小梗,带你玩转数码界 同时呢,小梗每天都会更新这个数码产品视频的 对柱码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加关注哟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